1975年 贤杰诞生于沙拉越诗屋的一个小家庭 小时候的贤杰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 却在数学方面展露出天分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母亲 选择了最严格的方式来教导她 这造就了贤杰异于常人的数字敏感度 与她后来在投资和商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功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贤杰16岁时 由于家里的经济渐渐入不敷出 眼看着日益忧愁的母亲 贤杰被迫放弃学业 去找工作来补贴家用 中学没有毕业的贤杰 第一份薪水只有100令吉 但她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只能选择默默的工作 以维持家里的生活 直到她17岁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后来彻彻底底的颠覆了她的人生 她就是伊甸国际集团的联合创办人 洪医师 1993年的一个夜晚 从来没有听过直销的贤杰 认真地聆听着洪医师 兴奋地分享 两人的面谈从晚上9点 一直到凌晨3点才结束 离开时 天上下起了微微的细雨 骑着脚车的衔结 却不能分辨脸上挂着的 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 她的人生即将迎来曙光 在贤杰努力经营之下 她很快就在直销界 崭露头角 在17岁到21岁的这一段时间 她成功地在直销里 赚取超过40万的收入 但是少年得志的她 很快地就因为育人不俗 及理财不当 而花光了所有的钱 还欠下15万的债务 最后四面楚歌的她 无奈地离开直销业 决然一生到古境 重新开始 在离开直销业的18年里 贤杰转战传统商业市场 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 她由一个蒙蒙冻冻的热血创业青年 逐渐磨练成长袖善武的成功山人 18年来不管是组织销售 投资股票 亦或是房地产 建筑业等行业中都大获成功 就在她财富足以让她提早退休时 她的心里却有一个还未完成的梦想 不停地在她心中萦绕着 那就是她这辈子的直销梦 2013年 在38岁的时候 贤杰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在医生变寻不着病因的时候 红医师再次为她带来了转机 贤杰在红医师的推荐下 开始服用了恩权 很快 她就感受到恩权的神奇效果 并重拾健康 这期间贤杰反思了自己 在传统行业的瓶颈 以及自己18年来还未完成的梦想 心中的火就这样再次被燃烧起来 在她的吉利游说之下 红医师由当初的婉拒 也终于答应一起完成两人当初的直销梦 就这样 伊甸国际公司在两位的梦想家的代理之下 在2016年8月8日诞生了 20年的行销经验使得伊甸国际 一开始就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 管理方面更是一丝不苟 位于吉隆坡的工厂 使用现代化的机器进行流水线生产 同时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 所颁发的良好生产规范认证 从2016年开始 单凭着恩权的超神奇效果 伊甸国际的生意屡创高峰 直到2019年 会员人数突破2万人 凭借着正确的经营理念 庄业的管理团队 为会员提供良好的服务和支援 使得伊甸国际迅速在东马市场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2019年伊甸国际趁势而起 于6月22日推出 EC倍精品会员电商平台 让会员们以更少的价格 获得更大价值的商品 紧接着2019年8月8日 举办大型活动 伊甸新光之夜 同时启动伊甸先进产业平台 此时伊甸国际已经由一家小公司 快速蜕变成一家互助互利的 综合性平台企业 马来西亚从2010年到2019年 由于缺乏机会 许多年轻人的社会价值观 逐渐被扭曲 他们不愿在脚踏实地的经营事业 相反的 他们开始相信许多不劳而获的故事 包括金钱游戏 导致多年来社会上充斥着假象 许多人被一波又一波的金钱游戏 榨干整个家族的财富 导致人间悲剧的戏码 不断地在社会上重演着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尺斗 使自透过伊甸国际平台向社会说出真相 透过教育推广正确的价值观 共同创造一个拥有正能量的社会 伊甸国际的经营理念是回到基本 我们相信一切的价值都必须建立在基本的事实上 而不是假象 我们相信透过为别人提供价值来创造财富 提倡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建立良好关系 鼓励伊甸人认真地服务客户 我们拒绝天花乱醉的致富计划 拒绝存在在网路上的虚情假意 拒绝只想赚钱却不愿意付出的想法 因此伊甸国际提倡人们回到基本事实上去努力 才能实现人生的梦想 伊甸国际以沙拉越为大本营 立足东马迈向全世界 透过伊甸国际互助互利的平台 集结来自各地的人才 为会员们提供教育 创造财富与健康 同时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与良好的榜样 印度诗人卢米说 当你开始走出去 路就会出现 此时伊甸国际之路已蓄势待发 而您是否愿意向前迈进一步 与伊甸国际一起携手共创未来呢 欢迎加入伊甸国际 我们给你人生方向 这就是你的王牌 凝聚梦想一路前行